语言真是一种奇妙的艺术,通过人的不同说话方式,人们就能感知到他们的情商高低与心理态度,网络上一直在流行一种玩笑,用不同的话表示同一种含义。 一句话被称为低情商的另一句话被称为高情商,其实不仅是情商,一个人的性格品质也可以通过语言表现出来。 一个性格暴躁的人,不一定长得穷凶极恶,却有这几种习惯,你身边有吗?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说话时总是虚张声势,这样说话的人有两种情况。 第一种是他们的大脑曾经受到了某些伤害,让他们无法调节自己的情绪, 常常在谈话时情绪激动,容易一言不合就生气,暴躁。 另一种人则是因为自己的生活不顺,他们或许是遭遇了严重的身体折磨, 又或许在生活与工作的发展中受到了重挫,让他们出现了十分严重的自卑心理。 这样自卑的心理让他们十分敏感,常常会过度联想。 别人无意识的话语,也会让他们觉得别有意味,处于自卑。 他们常常会在谈话时刻意提高音量,为自己增加声势。 有时遇到一些不需要生气的情况,他们也会刻意发脾气, 希望别人会因此害怕自己,对自己更加敬重。 这是一种比较病态的心理,有时他们在生气后,自己都会感到后悔, 只有让他们消除心理上的自卑,才能改掉他们暴躁易怒的习惯。 说话的方式是控制。 所谓控制型说话,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代表语句。 事实上,一个人如果想控制你,他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, 常见的包括要挟,包括情感要挟和道德绑架。 比如没有你,我就不活了。 贬低,通过贬低你的自尊。 你的成就来达到打击你自信心,从而实现对你更好的控制,利用内疚。 强词夺理,说一些让你感到内疚的话,从而让你感觉自己亏欠对方,从而被控制。 对于这种人来说,控制欲望是超过其他一切欲望的。 他们为了控制,可以付出一切,包括但不仅限使用武力。 具有暴力性格的人,他们在思维上是非常偏执的。 当他们认定一个事情的时候,通常不会听取他人的意见, 其最大的表现就是在说话的时候喜欢咄咄逼人。 这类人的控制欲是非常强的。 他们甚至会强迫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。 我说的话,你没有听见吗? 你该听谁的,你自己不清楚吗? 我让你这么做,你就得这么做。 诸如此类的话,通常会出现在这类男人的口中。 他们会把自己的爱人,甚至亲人,当作一种工具。 他想要急切地去控制任何一个人。 所以,很多时候,他们是缺乏感情的,冷血的。 责怪和厌世的语气。 暴力的男人,他们通常会把所有的错都归为他人。 他甚至会觉得任何一个人和这个社会,甚至这个世界都是对他不公平的。 通常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,他们会以殴打、捆绑、禁闭、残害等方式去对身边的人产生伤害和摧残。 这类人的内心深处是缺少积极的正能量的。 可以说,他们整个人其实是好像待在黑暗里一样。 我们在和这些男人沟通的时候,他所说的语言往往是带有消极性,甚至十分具有攻击性。 这种攻击性并非来源于他此刻的偏执看法,而是他潜意识里潜藏的暴力型人格。 当我们认识的男人,他在说话的时候,经常会有以上这三种语气,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要去教导对方。 以为能够用自己的善良去感化对方,这都是非常不理智的做法。 常用命令的语气和你说话。 当一个人和你没有什么大的利益关联,比如是你的上司,或者是你有求于他,和你之间也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,但是对你说话却总是高人意的,以止气使的。 如果这个人不是生来如此,那就是他戾气重,唯我独尊。 这是因为他的内心深处缺乏对他人的尊重,认为他人都必须要听自己的。 但一旦和他有不同的意见,他就会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挑战,必会引起他情绪剧烈的波动。 甚至使用狠毒的手段来来维持自己所谓的尊严。 说话时,有明显的情绪起伏。 性格暴躁的人在控制情绪这方面会有所欠缺,一些看似并不起眼的小事,也有可能会让他们变得情绪激动。 那些性格暴躁,容易伤害别人的人,会在进行人际沟通的过程中,下意识地突然拔高自己的音调, 亦或者用较快的语速去辩解某件事情。 这样的人所拥有的心理防线十分脆弱。 内心敏感的他们,常常将别人正常的聊天内容带入到自己身上,不断去揣测别人的思想。 认为全世界都在针对自己,一旦他们的生活过得不够顺心,这些人就会迅速将自己的怨气发泄到其他人身上,认为自己的悲剧都是身边的人所造成的。 2018年6月份的时候,一位在中科院信息工程学院读书的研究生意外被害,杀害他的人是与他朝夕相处了多年的高中同学。 当时这位研究生谢某接到高中同学周凯璇的信息后,兴奋地邀请对方和自己一起吃饭,还在饭馆点了一顿大餐招待对方。 谁知,就在两个人相谈甚欢的时候。 周凯璇突然脸色一变,从手中拿出一把力气狠狠地朝谢某身上刺了过去。 原来两个人在高中读书的时候就已经结下了怨恨,只可惜当时的谢某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 周凯璇是一个性格暴力,内心敏感的人。 他和谢某在同一所高中就读,两个人的学习成绩不相上下,高考结束后,周凯璇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四川大学。 但没过多久,他就决定退学重考,并将清华北大当作自己的复读目标,复读失利的他没能顺利入如愿,只好选择进入西安交通大学就读。 入学后的他不再像高中那般勤勉,将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了游玩上面,最终失去了在校内朔博联读的机会。 这时他了解到当初自己的竞争对手谢某考上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,现在正在中科院读研。 后来举行同学聚会的时候,两个人还聊起了自己的学业发展,当时谢某语重心长地告诉周凯璇,让他将心思收一收,不要过分沉迷游戏。 没想到,正是这样几句善意的劝导,深深刺痛了周凯璇的内心,心怀怨恨的他竟然主动找到谢某,对他实施了伤害。 有句话叫做鸣枪一朵,暗箭难防,与那些看起来就凶神恶煞的人相比,像周凯璇这样,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人,更容易让人觉得不寒而栗。 这也提醒我们在进行日常人际交往的时候,要尽可能避开那些存在人格障碍的人,主动筛选出自己身边情绪不稳定的存在,哪怕是一个善于伪装的人,也会在沟通的过程中,不小心暴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。 要是你在生活的过程中,发现身边有人总是喜欢用上面这三种语气说话,下次再和对方交往的时候,你就需要表现得更加谨慎一些。 生活在负面环境中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,如果一个人经常生活在负能量场中,那他肯定有暴力的一面,不管他表面上多么和气。 比如说,长期从事服务业的人员,不能发火,还要满脸笑容,长期必然处在压抑的情绪中积攒了许多力气。 他不能往客人身上发火,情绪调理不当的话,就一定会发泄到亲近的人身上,许多从小在不良氛围中长大的孩子,比如说家庭暴力,夫妻吵架,在极其负面的环境中长大。 很难做到不暴力,他的性格中一定会留下许多的阴暗面,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人,有的平时看起来很开朗自信,但有时你会看到他身上偏激的一面,都是从小的负面环境或者工作之后遇到的是影响的。 有暴力性格的人,很多看上去和正常人一样,正常的工作,学习,生活,但是当他们受到外界的刺激的时候,由于管理不好自己的情绪,往往容易像火药桶一样爆炸,给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带来不好的影响。 对于这样的人,不要想着去影响他们,或者改变他们,性格一旦形成,很难改变,我们能够做到的,只有远离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《大道无形》。